一開始要畫的是眉毛 眉毛這邊我們要畫那種很有細的感覺 所以呢就是想像你在皺眉的樣子 然後畫出那種皺眉的曲線 現在先畫完一邊 有沒有感覺就是我已經很像蠟筆小星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盡量跟這一邊對稱 邊畫的時候最好先對著鏡子畫 為了要更有那種皺眉的感覺 我們在眉頭中間要加兩條 類似像眉頭深鎖的表情 然後是鼻子 鼻子的話通常是一邊粗一邊細 這樣會更有立體的感覺 出的那邊就是順著鼻樑畫下來 然後畫到你的鼻孔那邊 就是描繪出鼻子的輪廓 鼻孔裡面你可以的畫也可以畫進去 這樣會更逼真 就是在畫的時候很癢 有沒有看起來一種很滑稽的感覺 然後鼻子你就另外一邊延伸到一半的位置就好 不用整條都描 這樣其實就像漫畫人物一樣 會有一種立體的感覺 再來是臉的輪廓線 其實這裡蠻簡單的 看起來很難 其實不會 就是你就順著你的輪廓 把那個形狀框出來就OK 然後找到大概蘋果肌下面 你平常會修容的位置 畫出兩條短短的修容線 如果要更逼真更完整的話 耳朵也不要忘記畫喔 耳朵其實你就是隨性的 沿著自己耳朵的輪廓畫黑狂 Yeah 現在這樣臉的基本輪廓就完成了 再來我們要畫眼妝 眼妝就是選非常誇張的紫色 然後直接大片大片的上在眼皮上 越大片越好不用擔心會太over 因為這個妝就是一個非常誇張的妝 現在拿出黑色眼線液 我們要把剛剛畫的眼影整個框起來 先畫一個基本的眼線 眼睛想要銳利的感覺 就是把眼尾拉長然後往上勾 現在在眼皮上圓著你剛剛畫的眼影 然後畫出一條界線 畫畫畫連到後面的眼窩 把它們框在一起 握纏的地方也要畫一條線 讓眼睛視覺上有更放大的效果 然後我們要在眼尾加上假的睫毛 就是用眼線液畫出睫毛的感覺 這樣整個眼睛會非常的放大 下睫毛用畫的勒上睫毛 我會戴上假睫毛 再來讓眼睛放得更大的技巧 就是拿出白色的眼影筆 然後把留白的地方填滿下眼瞼的地方 這樣子眼睛看起來會放大很多 現在剩下嘴唇 首先一樣拿出人體彩繪的黑色 描出唇型 可以畫得稍微更有曲線誇張一點 這樣更有卡通的感覺 嘴唇下面也要加一筆漫畫的唇線 然後要填嘴唇的顏色 拿一支乾淨的唇刷 沾上紅色的唇膏 然後均勻地抹在唇唇上 唇膏顏色我用的是MAC 他們很有名的正紅色Ruby Woo 最後一部重頭戲來拉 就是拿出白色眼影筆 在臉上點出一大堆的白色點點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是他們那種藝術普普風的style 因為當時的美式漫畫 大部分他們臉上都是有這些點點 就是這樣更呈現一種卡通漫畫感的感覺 在點這個的時候 其實要很有耐心 而且點一點會覺得有點密集恐懼症 好可愛 好可愛 记得白色眼影笔 也可以点在红唇上面 让整个红唇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耶 这样卡通漫画妆就完成了 这个妆非常的有戏 可以摆出很多很酷的表情 万圣节的party就带着他出门吧 我会戴上一顶金色的包勃短发 这样更适合万圣节的打扮哦 而且画这个妆五官轮廓都变得更立体 不是只有外国人可以 亚洲人也是可以画成这种感觉哦 希望你们喜欢我这次的教学 记得万圣节也要来试试看哦